你终于来了 我等可都是望眼欲穿了 曹孟德只身自动 明阳海内 兄弟见礼了 孟德 中原八百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 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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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初兄 龚陆兄 孙文泰将军 公孙将军 马腾将军 曹孟见礼了 好 那位将军请坐 孟德 请坐 请 请 你们没有看见我哥哥在这里吗 三弟 不可无礼 孟德 孟德 这三位壮士 是你的人吗 倒也不是 我是在官前与他们相遇 当时守将正在为难他们 我顺便就把他们带进来了 都是末路英雄了 来 三位 我给你们引荐一下 这位 这位 就是咱们十八路盟军的盟主 袁绍 袁本初将军 这位是 对不住我实在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了 禀元盟主 在下刘备自玄德 这位是我二弟关羽自云长 这位是我三弟张飞自亦德 请问族下是何出身 我是汉氏宗亲 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请问族下从何而来 现居何官爵 又以何事为业 刘备市居乡里 三弟并无爵位 以知习范吕为业 二弟关羽河北谢良人士 以守门护院为业 三弟张飞河北卓州人士 以卖酒屠猪为业 一个知习范吕 一个看门护院 还有一个屠猪卖酒的 可笑三个莽夫 竟然在此大言不惨 竟然在此大言不惨 王某以为 一个堂堂帝王之后 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天下英雄面前 将知习范吕 卖酒屠珠说得如此泰然 可见此人心胸不凡呐 说得是说得是啊 能得说得是啊 刘备 你此行来有何目的 我们原本出传输海内 拒议讨贼 在下是来会盟的 你有多少人吗 连我在内三人三计 二弟关羽为马公手 三弟张飞为布公手 我兄弟三人一同生死 荣辱与共 我十八镇诸侯 引兵最少的也有一万五千 你们区区三人 也好意思与我们会盟 救活兴网 忠义而乡 岂在人多 既然是皇族后裔 那就看作吧 谢作 大哥 原公 诸位 我们虽然已经起义讨贼了 但是我们师出无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缺一道天子诏 如果我们没有天子诏 我们不就成了乱兵了吗 我们不就跟董卓一样 无道了吧 可天子却掌控在董贼的手中 无法给我们此诏啊 我出洛阳之前 天子亲手授予我一道密诏 召天下英雄入金秦王 除贼复国 十八镇驻侯 结证 贼臣董卓 窜夺朝纲 汇乱宫廷 残害生灵 祸国弑军 朕弃血守赵 赵天下英雄 率异军 入金秦王 阔清还宇 扫平奸贼 忠心大汉 这赵有些不对啊 哪儿不对 天子年幼 且又被董卓居于深宫 再说他也没见过臣下 怎么会把此诏传给你呢 公路将军说得对 天子年方九岁 怎么能写出如此雄壮的诏书 这赵书乃是我草草替天子你的 原来是狡道啊 请问公路将军 既然那董卓 能把天子居于深宫之中 视如掌上玩物 我等 为什么就不能 视他如草剂 拿他来为我们所用呢 再说 曹某手中的诏书 哪一句 不是天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此诏虽假 却比真的更真 我料定 此诏一旦颁布天下 定然是群贼胆丧 群雄奋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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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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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言曹某德乃智氏之能臣 乱氏之奸雄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 多谢公路将军夸奖我 我不但替天子拟好了一道诏书 我还替咱们大伙 拟好了讨贼方略 出洛阳之前我已经屈身世贼 有半年多了 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我已经把西梁军部署的军力 良想共己 强弱情况 莫得一清二楚 有了这些 我相信咱们就能胜券在握 大伙请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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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城上的小子们 给我听好了 我是前将军华雄 奉向国之命 前来讨伐叛贼 如果 你们谁 能将曹操狗贼的头颅 给我踢上来 我将免你们不死 报 报 报 冰龙主 董卓的前锋将军华雄 带着西梁大军 说要讨伐曹操 正在关前叫骂 华雄何须人也 怎敢如此放肆 此人不可小视 可是关西人士 号称董卓麾下的 第四元猛将 第四 那其他三名都是谁啊 第一是吕布 第二是李绝 第三国寺 第四元才是这个华雄 六位将军 我等刚刚具议 西梁军就来挑战 这次是我军和董贼的首战 此战 要求必须斩将立功 以赞我盟军的庭位 末将请求出战 十和之内 定斩下华雄的狗头 这是我的上将军 于舍 好 取久来 为于将军重刑 蒙德 接着说你的方略吧 好 西梁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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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日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是空也不是遥 一粒隐魂到永久 不是君也不是流 往来在人间 与天的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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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